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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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过的 星辰如亡 忘不穿雨中的她 这一身 月光花 能否带她 上的心归家 愿做她 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 纯真的 祝福 回忆中的路 开满花族 绽放半世的光束 愿做她 掌声的明珠 献上我 纯真的 祝福 明月 将我心 写起 笔雾 留下 不悔的 祈福 愿做她 掌声的 明珠 编上我 纯真的 祝福 述下不叶子 揀下不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停 走路的时候呢 手不能抬得太高 也不能放得太低 要恰到好处 这是规矩 知道了吗 知道了 继续吧 等一下 刘嬷嬷 我们这都练了两个时辰了 这早就过了饭点了 我们现在又累又渴的 能不能让我们先吃点东西啊 不可以 什么时候你们练好了 我觉得合格了才能休息 继续走吧 停 易欢 谁让你坐下的 刘嬷嬷 我的脚破皮了 我走不动了 那你也先向本嬷嬷请示啊 怎么能擅自休息呢 刚才我都说了 这是违反宫规 这也算违反宫规啊 当然 在这个宫里 只要是做宫里不允许的事 说宫里不允许的话 全都是违反宫规 你知道去年的绣女里面 有一个擅自喂了太皇太后的燕织鱼 后来那个鱼胀死了 知道这个宫女怎么样了吗 怎么样了 哎呀 她可是被活活饿死了呀 饿死了 这么残酷的处罚 我 刘嬷嬷 那我向你请示 我能不能休息一下 不可以 起来继续 好疼啊 刘嬷嬷 怎么了 我 我脑袋痒痒 能不能挠挠 准 刘嬷嬷 刘嬷嬷 我 我想 而且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您肯定是那种 同情达理的人嘛 不可能不让我打喷嚏的 是不是 吓会憋住吗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 赶紧走 哦 嬷嬷 你又怎么了 就这么一会儿你举三次手了 不是您说的吗 有事之前必须举手请示啊 什么事儿说 我 我想 我想放屁 你 嘿 你个小丫头 我算弄明白了 你这是存心跟我抬杠呢吧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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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跟您抬杠 我这不是憋不住呢吗 少跟我抬杠 你那点心思以为我不清楚吗 来人哪 把他给我拖下去 账合二十 这 等一下 刘嬷嬷 您可知道立部尚书丁大人啊 我当然知道啊 那您可知道 他是谁的干儿子啊 中堂大人 嘘 你的 响骨不用重锤吧 有些话 不必说得太透吧 算了 我就看在你讲磨破皮的份上 放你先去休息一会儿吧 谢谢刘嬷嬷 继续练呐 继续练呐 这就是咱们的愿判大人 愿判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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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新来的 你就是新来的李太医 晚辈李建青 冒运判大人 多多关照 这年纪判大人 这年纪轻轻 就能到这太医院来当职 想必一定有过人之处吧 这些灵芝呢 有十年生的 二十年生的 三十年生的 百年生的 药公们在晾晒灵芝的时候 突然下雨了 他们慌慌张张地抢收 把一些灵芝混在一起了 不知李太医 可否三日之内 将这些灵芝 按年份分开 以便配药之用啊 三天时间 恐怕不合适吧 那你 需要多长时间哪 一炷香 一炷香 真是太恐怖了 真是怎么客气 送我 哼 自己坐着 有吃有喝的 却让我没着肚子受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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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没事 你们三个怎么回事啊 不好好练习 在这儿倒什么乱呢 在这儿跪两个时辰 刘嬷嬷 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踩了什么东西 划了脚 嬷嬷 这儿 这儿有残斗 您看 月兰姐姐准时不小心踩到了 才摔倒的 这怎么会有个残斗呢 你怎么了 说话呀 我 我刚刚 噎着了 好端端的 你为什么噎着了 刚 刚才口水没倒过来 一下子噎着了 口水没倒过来 这个周围全都是你嘴里的残斗味了 还想蒙我 手拿过来 什么都没有 手拿过来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 你还想抵赖吗 看来我不给你点儿教训 你是真不知道什么是公规呀 来人哪 等一下 刘嬷嬷 您忘了 我呢 可是中堂大人的 什么人违反公规都要受处罚 你以为 我到现在还没回过味儿来吗 其实刚才我就想明白了 中堂大人 怎么会判你这么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进宫来呢 你既然那么嘴馋 又担心挨饿 那我就罚你 今天闭门思过 谁都不许给他吃喝 什么 你去清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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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轻轻 有如此造诣 师叔不简单啊 晚辈不过是班门弄斧 日后 还要仰仗大人 多多关照 好 有真才实学 不骄傲 李太医 前途不可限量啊 还好还有一颗小餐 好好吃 但是还是好饿呀 我要饿死了 饿死人了 饿死人了 喝点水订订宝吧 不是吧 好饿呀 好饿呀 饿死啦 哦 好呀 怎么办我好饿呀 这才进宫我就要饿死了 也不知道猪哥哥找没找到龙小弟 龙小弟啊 你在这宫里的位置到底高不高啊 能不能帮我压住刘嬷嬷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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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约好了在这见面的吗 人呢 会不会是刚进宫找不到路啊 不对不对 他那么聪明怎么可能呢 难道是出什么事了 大哥 大哥 我把手 我把手 一二三 中了 今天晚上有生鱼片吃了 走着 生鱼片 他一头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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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知道我的厉害 你师父没教过你吗 过童口出 被我逮着了吧 走 哎呀 进宫就要少说话多做事知道吗 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 郭枣 不许再说了啊 喂 不是吧 我没杀你啊 不是我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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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醒醒 你醒醒 不是吧 我 我把你给憋死了 我 我不是故意的啊 我 要不然我给你念金刚经 超 超度吧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咱们楚秀宫里 喂了几年的鹦鹉 居然不翼而飞了 养在池塘里的锦礼 也少了一条 说吧 谁干的 知道吗 蒙蒙 玉兰融会秀和 走晚出去吧 玉兰 融会 秀和 走 你们出来 昨天晚上 有人看见你们离开住处出去了 去哪儿了 秀和妹妹半夜要小姐 夜里黑 她一个人害怕 我和融会陪她去的 只是去小姐 那有没有在回来的路上 顺便偷个鸟 抓个鱼什么的 嬷嬷明鉴 我们哪敢在宫里偷东西啊 可是除了你们三个 就没人离开过房间 不是你们还能是谁 来人把这三个给我拖下去掌嘴 折 打到招了为止 我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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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命了 慢着 昨天数了他们三个 还有人离开过房间 谁 我 你 我昨天不是罚你闭门思过吗 你居然敢偷偷跑出去 是啊 我闭门思过了 我一天没吃没喝 但是我总得拉撒啊 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 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证据 我不便发问 这批绣女里边就属你胆子大 准是你昨天饿了一天 又打起那鱼鸟的主意了吧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拿了你的鱼跟鸟呢 捉贼得拿脏啊 我有没有冤枉你呢 我自然会查清楚的 不过这楚秀宫呢 夜里会啰嗦 外人进不来 里面也出不去 我还就不信了 你能把那鱼骨头和鸟毛 一块儿给吃了 来人哪 给我搜 喳 老东西 我就不信你能搜得到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对不起 刘萌萌 没有 好 这个丝帕是你的吧 人赃俱在还想抵赖吗 您看看 您看看 这被发现了 不过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啊 我是路过 我就看着这只鹦鹉 想偷吃那条鱼 我就想着赶紧制纸啊 我就拿我那个丝帕 往它脸上一舞 没想到 没想到它就死了 到这个时候了 你居然还这么嬉皮笑脸的 跟我口吐妄言哪 本来我今天就想打你二十大板的 看你如此玩烈 胆三十 喳 等一下 刘萌萌 刘萌萌 您别忘了 我可是中堂大人的人哪 我要是连你这个鬼话都行 那我岂不是白活了这么多年 拖出去 打 喳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 慢着 刘萌萌萌 可否借一步说话 这个绣女 我瞧着倒是挺有眼缘的 就替她说个情吧 好 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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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适合嬷嬷你呢 那就多谢厉鬼人赏赐了 今天这事 就看在厉鬼人的面子上 我就不追究了 那就多谢嬷嬷了 这个绣女有些不懂规矩 不过长得嘛 倒是挺可人的 嬷嬷不如把它交给我 我来替嬷嬷好好调教调教 厉鬼人你亲自调教 那自然是一小主的福分了 义欢 还不谢过厉鬼人 义欢 谢过厉鬼人 徐姐姐 师父们真的不应该 把你安排进宫 这大清的皇上 是咱们最大的敌人 你却要委曲求全委身于他 一想到这儿 我这心里就堵得慌 你也别太怪师父们了 他们这么做 也是为了尽快找到铜侠 难道藏宝图和义士名册 壮大咱们联盟的力量 可是这是牺牲了 你一生的幸福啊 个人的幸福 比起光复大明的大业 不足为道 更何况 我早就是一个 无父无母的孤儿 可爱是可爱的 你会被带到负责了 她会把 一个咖喱的地方 我只要是不安 也会在那儿 我会过来得到 公安的草宝图和义士进入心言 优优独播剧场 我可能早就冻死在冰天雪地了 我跟六师父名为师徒 实则青铜母女 可惜好日子没过多少年 梅花门就遭到了血洗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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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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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遭到了血血 这么深的血海深仇 让你一个弱女子来报 实在是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跟我还不是一样吗 咱们明珠谷长大的孩子 都是同样的命名 就连你和大师兄 你们一个是大明最后一个太子 一个是大明未来的太子妃 可为了光复大明的大业 不也冒着险潜入这紫禁城了吗 可是我不一样啊 我进宫是为了引起 康熙跟老拜的内斗 只要一旦得手 我们就可以撤了 可是你要一直以身势敌 留在这紫禁城里 直到找到铜侠为止 你也不用太替我担心 我一进宫 就得到了皇上的宠案 我跟六师傅正努力在宫中 收买耳目 拓展资源 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铜侠 完成任务 徐姐姐 从小我就觉得吧 大人为什么总是宠明 给你贵重的首饰 好看的衣服 鼓里牛羊挤的奶 不给我们喝 却给你泡澡 原来是想把你养大送进宫里啊 我小时候实在是太小心眼了 居然还会嫉妒你 义欢 那个时候咱们都是小孩子 难免会争大人的宠 以前 犬骨的人都宠着你 可我一进骨 大家却更宠爱我了 换做是我啊 我也会嫉妒 但现在你都知道了 在师父们的心里 最宠爱的人 始终都是你 薛姐姐 你放心吧 我跟朱哥哥 已经进了宫了 而且 我还结识了皇上的心腹侍卫 叫做龙三 我们也会想尽办法 帮你一起找到铜侠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一起 离开这个龙坛虎穴了 好 我们一起努力 薛姐姐 你看我这个 好看吗 走得还真稳 爹 薛姐姐 那不是我爹吗 他怎么进宫当太监了 那不是你爹 那是李德福李公公 大内总管 我比你赢妇 来 你不你赢了 你赢助理 我赢助理 我赢助理 赢助理 你赢助理 咣助理 赢助理 薛姐姐 你没骗我吧 那 那个太监真的不是我爹啊 他真的不是 我刚进宫的时候 一看到他也把我吓一跳 差一点把他错任成大师傅 可我再多看几眼 就看出了差别 大师傅为人严正 心地坦荡 脸上的神情总是很严肃 喜怒都能看得出来 而这个李公公 却是个深藏不露的笑面虎 你永远也看不出 他心里在想什么 怪不得 你都被风为贵人了 他对你好像还不是特别的恭敬 这你就不知道了 来 这李公公啊 是这宫里的大内总管 在这宫里面很有权势 再加上深得太皇太后的宠信 所以啊 后宫的嫔妃们 都特别巴结他 连皇后都不例外 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欺品贵人 他自然不会把我放在眼里了 怪不多呢 这个李公公刚才还对你打声招呼 跟我连礼都不理 花儿 你以后见到李公公 一定要主动打招呼行礼 这紫禁城可不比咱们明珠谷 为人处事一定要小心谨慎 稍有疏忽就得罪了人 别人在背后害你 你却一无所知 那岂不是很危险 这皇宫简直不是人带的地方吗 你啊 从小一向在外面也惯了 如今也身不由己进了宫 还真是难为你了 你和你那个结拜兄弟龙三 联系上没有 别说了 根本就没有 我们这个刘嬷嬷 简直不是人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 逃脱他那些眼线 我只好让朱哥哥帮我去联系了 那就希望大师兄 能够联系到龙三 让这个龙三 在皇上面前帮你周旋 这样你还能安全一些 不然以我现在的身份 也保护不了你 雪姐姐 六师傅 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知道 这皇宫的厉害了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再让雪姐姐 六师傅 跟朱哥哥为难了 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 我绝对不会再给你找麻烦了 你说的话我们可不敢相信 但愿吧 但愿啊 你能老实一点 皇祖母极小 得了 不必激礼 皇后来坐吧 谢皇祖母 你们都退下吧 皇祖母 出了何事 哀家刚刚得知 这批绣女中混入了敖拜的奸细 奸细 哀家是警告过她 以为她会收敛 没成想她更变本加厉了 哀家要是不给她发发威 看来她真是把哀家 当成一个没有用的老太婆了 我前几天和另外一个太医 被院盘大人留在院中执意 没能找到机会出去 这几天夜里 我悄悄潜入玉花园 每次等到半夜 都没能见到龙三 他会不会跟你一样 被派到某处职守 没有机会跟我对家 你这个结拜兄弟龙三 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问了那么多人 都没有人听说过 有一个叫龙三的御前侍卫 不是 他跟我说的 他不会骗我的 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你没什么江湖经验 跟他交往又不深 他未必会真心对你 可是我们是拜了靶子的 拜了靶子又如何 你对他 不也隐瞒了你自己 真实的身份吗 都怪我 每次问那街头 都在京城第一酒楼 什么都没顾上 光顾着吃了 都没打探出他 到底什么身份 好 这个龙三肯定是宫里的人 究竟是不是遇前事尾 就很难说了 这紫禁城里住着上万人 不见得人人都互相认识 我再找人 四处打听打听吧 嗯 我让雪姐姐和六师傅 也帮我打探打探 从昨天开始 康熙那个小色皇帝 就开始挑选秀女事情了 他一旦选中我怎么办啊 在此之前 我得赶紧找到龙小弟 让他帮我在皇上面前 好好周旋 好 你最好画一张龙三的画像给我 我拿着画像去打听 好 今天晚上给你画 明天找机会给你 好 散了吧 太皇太后 绣女复查荣惠觐见 荣惠给太皇太后请安 太皇太后吉祥 抬起头来 是吗 玉兰姐姐 她们这是怎么了 荣惠姐姐她 荣惠姐姐怎么了 她昨天不是被叫去失寝了吗 她可是这批绣女当中 第一个被叫去的 你不是还挺羡慕她的吗 她 她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 惹怒了皇上 被太皇太后赐死了 惹怒了皇上 被太皇太后赐死了 我们大家都吓坏了 对了 今天晚上 绣和姐姐也去失寝了 不知道她今晚的运气 能不能好一点 我的天哪 我 我还是赶紧先画画吧 来 朱哥哥 来 朱哥哥 康熙那个小皇帝 简直太无情了 刚刚临行完荣惠 一转眼就不认人了 认由太皇太后 就把她给杀了 真是半君如半虎 也不知道 雪姐姐以后会怎么样 所以 我们要尽快想办法 找到龙三 龙三的画箱呢 来 全是 怎么这么多 我有点不太确定 自己画得像不像 我就多画了几张 你这画的 都是龙三 对啊 这张 鼻子像 但是眼睛有点小 这张呢 这张眼睛画大了 下半也不对 这张下巴像 可是眼睛有点小 这个眼睛还行 但是脸盘子有点大 反正跟她差不多 你自己看吧 环妹 以前在鼓里上课的时候 就叫你认真一点 你就是不听 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哎呀 好了 好了 别说我了 这时候批评我也没用啊 看来 我还是去御花园 碰碰运气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龙三 你去吧 好 传皇上口谕宣秀女玉兰事请 妾玉兰谢皇上恩典 起来吧 随咱家前去沐浴更衣 李公公 秀禾呢 她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回来 她不会再回来了 她也被太皇太后赐死了 来 这次 这次 来 姐姐 公公 可知道绣和犯了什么过错 被太皇太后赐死了 可否提示一下 也好让妾 吸取教训 这个嘛 咱家也不清楚 主子们要赐谁死 乃不是一句话的事 谁又敢多问呢 这次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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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不想死了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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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小弟啊 龙小弟啊 我要是再找不到你 恐怕我也顾不上什么执行任务了 只能一个字 桥底莫悠 你也忘了 不想死了 龙小弟 哦 受了 混入秀女中的三个奸细 都被哀家给处置了 这下皇上该清静了 皇祖母 如此一来 敖拜一定会对你老人家怀恨在心的 这宫中啊 爱哀家的 恨哀家的 就像哀家的头发寺一样多 如今他们也老了 这头发细得也都掉得差不多了 哀家就是为了皇上 不管他是名枪或暗箭 哀家都能挡得住 皇祖母 皇上常说 没有皇祖母就没有他 是您为他和大青江山 撑起了这一片天 那是 哀家跟皇上相依为命 这么许多年不容易 皇上啊 是哀家的命根子 他只要不像他的皇阿玛 哀家就心满意足了 皇祖母放心 皇上不会重蹈先皇父者的 这么多年来 皇上从来没有对哪个妃子特别伤心过 宫里来了那么多的绣女 皇上似乎也没有多大兴趣 他才多大正当年少 又急于亲政 这男女之事啊 自然不往心里去 当他的朝局一稳定 那可难说了 你看他的皇阿玛 遇到那董阿妃的前后 判若两人呢 那是 朱平六人呢 朱平六人呢 对 朱平六人呢 对 朱平六人呢 他对朱平六人呢 而且卿城告诉过我 康熙召她事情的时候 是很温存的 一点都不难伺候啊 那她怎么会一连三天 要刺死三个秀女呢 这事一定有蹊跷 可惜 我和卿城想了很多办法 都没有找到龙三 不然 可以让一欢去问问龙三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柳师傅放心吧 一欢已经想到 找到龙三的办法了 是什么办法 oooo 春秋两岸 时光醉尽放可谈 衣裳滴月 将心流于人身间 手握乾坤 仙方女子在云端 花开之间 流红铁掌心情圈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怀念 心中喜流 回远方清卷 回首一生 花开之间 天与地 开在眉间 谈千秋 万事欢颜 桑花开之间 数极续情愁 望月平澜 星辰如梦 心尖全 心尖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